5 4 3 2 10月24号18时05分 搭载着中国首颗探月卫星嫦娥一号的长征三号甲运载火箭 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 18时29分 星舰分离 嫦娥一号进入近地点205公里 远地点50930公里的地球同步转移轨道 此次发射获得圆满成功 10月25号17时55分 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第一次向嫦娥一号发出变轨指令 130秒后 卫星进地点高度由约200公里抬高到约600公里 变轨圆满成功 10月26号 嫦娥一号成功实施第二次变轨 10月29号 第三次变轨成功 10月30号17时40分 嫦娥一号卫星到达48小时周期轨道远地点 距地面高度12万公里 改变了中国航天测控最远约8万公里的历史 创下中国航天际飞行测控的新纪录 10月31号17时28分 嫦娥一号卫星成功实施第四次变轨 顺利进入地月转移轨道 开始飞向月球 这次变轨的成功表明中国航天测控技术实现新的突破 意味着嫦娥一号卫星脱离地球的怀抱 开始奔越旅程 此后 原计划进行三次的中途轨道修正 仅于11月2号上午10时33分实施了一次 原因是轨道控制相当精准 一次修正就能达到预期目标 11月5号11时15分 嫦娥一号卫星首次到达今月点 在顺利完成第一次太空刹车动作后 卫星于11时37分被月球引力捕获 进入环月轨道 成为中国第一颗月球卫星 大家的期盼绕起来了 绕起来了 11月6号和7号 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 又对嫦娥一号进行了两次近月制动 均告成功 使卫星进入距离月球高度为200公里 周期为127分钟的即月圆轨道 正式走上指定的工作岗位 科学探测工作全面展开 随着卫星上各项科学探测仪器陆续开机 嫦娥一号从距离地球38万公里的 环月轨道上不断向地面传回数据 11月26号 中国国家航天局在北京正式公布 嫦娥一号拍摄到的第一幅月图 这幅嫦娥眼中的月球真实世界 位于月表东京83度到东京57度 南北70度到南北54度 图幅宽约280公里 长约460公里 图像覆盖区域属月球高地 分布有不同大小形态结构和形成年代的撞击坑 当天 嫦娥一号回传到地球的语音和音乐片段 也首次公开 今天我长约1号来了 带着中国的问候 月球你好 你好 月球 我国首次探阅工程的圆满成功 是中华民族千年的奔向 中华民族千月梦想开始变为现实 并再一次雄变地向世人昭示 中国人民有志气 有信心 有能力 在盘登现代科技高峰的征途上 不断谱写新的花章 那么回顾嫦娥奔月的整个的这个过程啊 王总 您一直是在飞行控制中心 您影响最深的是什么 我觉得的话 对于这个工程来讲的话 它特别考验这个测控性 就对它这么一个轨道 就是说这个要奔到月球上去啊 这么一个38万公里 前面里面也讲了 这个我们以前做最远的是8万公里 那么在那么远的距离上 有空的话呢 对于我们的国家来讲是第一次 首先它对整个这个环境啊 它是完全不一样的 因为它要考虑到三体 就是说这个卫星 地球和月亮 相互进的影响 另外一方面的话呢 就是说对这个测控网系统 它这个距离在那么远的距离上的话呢 它这个距离距离很远了 这是一方面 那第三方面的话呢 就是说对控制的话呢 它这轨道 不是一个闹地球的轨道 它要离开地球 要到月亮上去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 有两个关键点 第一个就是说 它从这个地球飞出去的时候 进入一个转移轨道的时候 里面讲的话 我们做了很好 做了就 本来计划是两到三次的中途修准 实际上这个整个规划 设计的计划是三次 那么因为打得很准 在就是说从地球 这么飞出去的时候 到月亮这过程当中 是将近有38万公里的 这个距离上 那么从前面有点偏差的话 现在到后面的偏差 应该是说是非常远的 那么做了一次修准的话呢 就说明在前端的这个控制上 非常准 就是往外控制的时候 打出去的时候非常准 就做一次就够了 这是一个关键点 第二点的话呢 就是到月亮的附近的时候 刹车 就是说要靠近月亮200公里的时候 刹车让它减下来 然后进入到这个月亮的 这个烙月的轨道里面去 那么这两个点都是 基本上都是不可逆的 比如说你这两个点都做不好 你打得太偏的话 微信的燃料不够 它又扣不回来 还有一个的话呢 你到月球的时候 你刹不住的话 它就往外飞出去了 往外飞出去了的话呢 你这个月亮也过去了 那么微信有进不了月亮轨道 那么这个任务基本上就完了 而且从国际上统计来讲的话 第一次任务的成功率都非常低 不超过50% 对 所以说测控这块是您亲自参与 所以印象是非常深刻的 实际上这次嫦娥奔月呢 最后的成功是所有航天人 共同努力的一个结果 虽然我们看到的是 嫦娥一号的奔月之旅 但是背后是很多 默默无闻工作的科技工作者们 所以接下来让我们一起 通过一个背景短片 来走近这些默默无闻工作的航天人 11月26号 91041分 中国正式公布 嫦娥一号卫星拍摄的第一副月面图像 这一刻标志着中国首次月球探测 封城圆满成功 新一代的航天人 驻撞成长起来 所以今天当我第一次听的 这个乐曲响彻我们大厅的时候 心情确实确实非常的激烦 首张月图的成功回传 对于嫦娥一号来说 意味着科学探测使命刚刚开始 卫星上搭载的八大科学探测仪器 将陆续全都打开 或许三维影像 我们还差一个设备没有开机 激光高度计 要精确设定月面的全部的地形的高层 将来开启以后相互配合 我们就可以比较完美的获得全月球的立体的图像 2006年公布的中国的航天白皮书中表示 中国探月的成果愿意与世界共享 嫦娥一号从设计到研制再到试验 都是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完成的 从现代化的航天程 到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火箭卫星测控网 中国创造和中国制造的标志无处不在 绕越工程的卫星火箭发射场测控地面应用 五大系统中 数十项关键技术和设备 在国际或国内首次应用 中华民族获取的月亮的图片 在历史上是意义非常重大的事情 是开创性的 是开启性的 表明了中华民族 从我们解放到改革开放 到现在建设小康生活 我们中国人一步一步地在进步着 我们科学技术的力量 也一天一代地成长着 过去三年零十个月 十万航天人奋斗创新 创造了一系列中国航天的新高度 一颗卫星一架飞船发射成功 被人们熟悉的只有少数几个人 但是背后却是数以万计的航天人 默默无闻的奉献 夏教授您一直研究航空航天领域 谈一谈您心目中的中国航天人 是什么样子 我觉得中国航天人给我的印象 就是一是中国奉献的精神 第二就是刻骨专用的精神 第三就是那种团结协作的精神 因为航天是一个巨大的系统 系统工程 不是靠少数几个科学家 就能完成这个任务的 需要许许多多 许多方面的科学家 共同努力 才能完成这个任务 现在我们虽然经济条件比以前好了 但是我们正在做 我们前人没有做的事业 所以我们必须发扬这种精神 我们以前靠着这种精神 完成了两单一星 现在我们靠着这种精神 实现了载航天 现在又实现了深空探测的突破 所以我觉得在今后 虽然我们有了基础了 调整好了 但是我们还会遇到一些困难 甚至遇到挫折 所以我觉得继续发扬航天人 这种精神是在未来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王总从参与这个工程开始到现在 您和您的同事们这些日子是怎么度过来的 因为他这工程的话 从开始到这个执行的话 就大概四年时间 所以他整个过程非常短 而且的话 这个工程对我们来讲的话 都完全是一个全新的一个过程 这个东西 然后我们的团队也很年轻 所以这里面的话呢 就是大家牺牲比较多的话 从我感觉来讲 一个是时间上 这个大家是没有节假日 这个平时也要加班加点 很多同志的话呢 都是为这些工作 都跟家人团体的时间都非常少 更多的时间放在工作上 所以没有时间给自己的家人 对 另外方面的话呢 这帮这个工程 刚才这个教导师也讲了 是一个非常协作的一个团体 就是说他本身这个工程的话 他这个努力啊 是就大家的努力 一块来做的 所以他里面的这个协作精神 奉献精神非常重要 就是说如果是要为了自己 也没有个人的利益的话 那这工程肯定是做不好 所以在这个个人奉献上 这个团阅协作上 特别是这个 不同系统之间的 因为他五大系统 这个对于我们中心来讲的话 更是体现出来 因为他所有的系统都要到 这个我们这个控制中心的地方 要有一个这么一个 中间的一个交汇点 所以他的这个 在组织指挥上的话呢 这个中心的话 跟这个团队的这个协作上面 这些个人的风险上的话呢 就更突出一点 那么你没有那么多个时间 给自己的家人 家里人有没有抱怨 这个的话呢 这个任务权的话 我们领导也跟这个 我们的这些 这个同志的家属 这个发他们微问信啊 跟他们有些表示一些歉意 这些的话 我们很多的同志 特别是很多年轻的同志 有孩子 有这个家庭的时候 他们的这些的付出很多 他们那个 跟家人的这个团阅时间 太少了以后 会有一些 我认为肯定会有一些抱怨 没有抱怨的是不现实的 但怎么把这事情处理好 这是他们的这个最大的成绩 刚才焦教授谈到了 我们现在这个航天人呢 他们有一种钻研的精神 拼搏的精神 而且您还注意到了 现在我们这航天人的团队 还是比较年轻的 因为通过我们这个很多报道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所采访的一些 某个领域的某个系统的负责人 很多都是年轻人 那么您怎么来看待 我们这个这支队伍 这也是可惜可负的事情啊 因为现在老一辈的这个科学家都已经陆续这个退居二线 在他们退居二线以后 新的一代的这个科技人员已经成长起来了 那我们说他们能不能接好这个班 但现在我们通过长河工程 这样的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 我们取得圆满的成功 这就是证明 说明我们这个年轻这一代是值得信赖的 而且面对将来这个艰巨的任务 他们会承担起挑起这个大梁 发射长河一号是个系统工程 那么从发射到现在呢 有的系统成功的圆满的完成了自己的工作 可以开始新的工作了 但是呢您这块还是需要去